大家好,我是君范 我今天要去桂林 但是我去桂林之前 我现在在南宁有两个小时的时间 所以今天是南宁非常好吃的米粉的店 老板,你们是卖米粉的是吧? 对啊,是卖米粉的 我要这个香榨牛腩粉三两 香榨牛腩粉三两 对,三两是十亿块钱 给了 十亿元 煎蛋加安全蛋是多少钱? 三块 然后这个是要放汤吗? 放汤,你那个汤手先给放吧 好的 这个我先放在这儿 然后买个油条去 老板,这个油条怎么卖的? 三块钱 三块钱,来一个吧? 一个 这个是刚炸的吗? 刚炸出来正在肉的呢 三块钱 对,它是肉的,脆的 来了油条 好开心 就是这个是椅子 然后这个是你那个地的椅子 实在是这个米粉 现在来一个有油条 哇,这米粉 相当不错 哇,这么小 怪不得这边好多人 然后排队吃 现在快三点了 还是那么多人 这个鸡蛋也非常 就是 百分之八十手的那种鸡蛋 非常好 要沾点这个油条 从汤里面 好,好吃 我又点了一俩生价饭 老板,我的油条好了吗? 你先来拿吧 来,先来拿吧 来,先来拿吧 好,谢谢啊 好汤啊 吃一口 哇,真的好吃 哇 烫不错 烫不错 老板,我走了 再饭 好慢 好,谢谢啊 刚吃完饭 现在来喝茶了 这边也是特别有名的凉茶店 我今天打算在这儿喝凉茶 老板,您好 你们那个凉茶是怎么卖的 凉茶 每一种凉茶都一样 我要一个芝麻糊和这个利豆虾 这里吃啥包 在这吃 这个是我点的芝麻糊和利豆虾 芝麻糊是有点烫 然后利豆虾是凉的 我尝尝 先喝这个凉的利豆虾 哇 真的好吃 相当不错 相当可以 这个是他们家的招牌 嗯 我估计喜欢吃这个芝麻的人都会喜欢这个芝麻糊 我想喝点凉的 吃饱了 拿个行李去桂林了 这两天南宁天气挺凉快的 今天离开的时候有点热啊 来到高铁站里面挺凉快的 现在变好舒服了 因为直接去的那个票我没买到 所以就是要中间要换一程 然后再去桂林 啊 啊 啊 好舒服 来到了来宾北 我要在这儿等一个小时再换车 我要等高铁的时候要围定桂林的酒店 然后要看看桂林这边攻略 啊 这边要踏死你了 到了 桂林北站 这边是中边站 再下雨 我在高铁站路边发现这个香笔馅 还有老爷爷 我这次是打算在桂林带24个小时 所以行程会比较紧 所以这次旅程希望香笔馅和阳朔的那个20块钱的地方都想去看看 我刚刚看到阳朔开发直达的一个地方 你好 这边卖拉室的票吗 有时间短吗 9点钟可以出发吗 9点钟可以走 那回来的票也是有吗 有 大概几点到 从阳朔那边回来半个小时一般 只要中途他不堵车的情况下 我们都是半个小时一般 那个是几个人坐的那个 9座的商务车 我的明天的计划是这样 就是8点半在这儿坐个车 然后看那个20块钱的背景 然后做这个黎江主堡 终于到桂林酒店了 这边是离桂林站很近的 就是桂林北站旁边的酒店 这个洗脸的地方 相当不错相当不错 看看外面是十字路口的 啊 気分错啊 化妆室都改善了 啊 今天这个酒店都要去 因为是今天下雨了 而且明天早上8点钟要出发 所以今天要早点休息 明天见 现在时间早上8点 打算在前台放个行李 然后去桂林北站 昨天在桂林下雨了 今天早上有点冷 因为是我今天穿了这个短裤 昨天住的酒店和桂林北站非常近 我昨天住的酒店就是这儿 然后桂林北站就是对面的 我要吃点这个早餐 老板我要买个鸡蛋 一个鸡蛋一个玉米吧 玉米黏的 这个是弱的 那只有这个吧 香机也准备好了 吃的也准备好了 还有20块钱也准备好了 刚相车了 我们一会就8点半出发了 到了这边西街 我们现在在哪个地方 西街这边 就在西街口这里 然后星平谷正在这边 对 而主法的呢 今天星平那里平飘了 为什么呀 涨水了 昨天晚上下雨 已经漫过了 由于涨水位上涨迅速 阳堤新平马头排阀以封航 是吧 是以封航 但是现在天关联码头水位 有行程的安排其实到码头游览 所以你要去你赶快去 水二底这里 它是这样的吗 是吧 对对就是这个的 我看一下 还有人在排队30罚 好的好的 谢谢谢谢 感觉有点饿了 所以要吃点东西 五号肉怎么卖的 来一个五号肉吧 好谢谢谢谢 我的车到了 诶诶诶 诶师傅 这个是我刚刚点的脆五号肉 嗯 滑心点 诶我刚刚看到这个金人停票的 哦我今天要玩那个煮法过来 你们也是玩煮法的吗 停票了 停票了 那那没办法了 涨水了 哎呀 然后跳机 师傅 从这儿到新平古镇是大概多长时间 40分钟 40分钟 嗯 那直接去新平古镇吧 这边有挺多骑电动车游览的旅客 谢谢师傅 到了这个新平古镇 您好这儿有那个煮法的地方吗 那坐船的那种煮法的 没有有有 在哪呢 往这里下来也可以 一直往前走就有 然后那个20块钱的地方是 煮人这个都可以的 啊往这儿走 啊谢谢谢谢 啊 因为我怕这个玩煮法的时候 是这个袜子 所以我带过来了这个袜子 啊 啊 我们煮法还不过是分的 就是有机会的话试一试 啊 还不过是分的 有没有新的呀 新的 新的 新的有啊 我拿下新的给你啊 25 能稍微便宜 这东西足多少钱 我现在足多少钱 20 20块钱 20块钱 嗨 好嘞 这个桂林的衣服 买了 啦啦啦啦啦 那 啊 怎么样啊 哈哈 好的 谢谢老板 好卖好卖 桂林 哈哈 啊 这里是跟这个老爷拍照一起的地方 就是在这儿 为了这个准备了20块钱 不错不错不错 相当可以相当可以 很多美女在排队拍照片 20块钱打卡成功 也有 你好你好 这里是另一个码头了 也是在拍照 很多人穿汉服拍照 哇 这个拍照非常好看 刚好竹林挡着 就是走一步能看到这种景点 就是下去 还有老爷爷主法 这种拍照 阿卡的点 这下面写着 20元人民币背景 还有0.1公里 100米吧 20元人民币生态观景台 好 那边的一个手机拍照 一张手机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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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站进去一点 手到爷爷肩上 那石头上面脚收进去一点 这样 脚完里面收 对了可以 就这样 就这样 好可以 点个张给爷爷 对 身子不要挖 不要倒过去 一二三 把帽子给带一下 长寿帽带一下 这样子来一个双手交叉的 帽子戴底点太高了 好可以 两个手交叉一下 刚刚点张了 两个手交叉就可以 来看镜头 看着爷爷 好得了 谢谢 好可以 给了 然后电子板也可以给我 我拍的照片 现在中午了 有点饿了 我在网上看到 那个特别好吃的大排档 在桂林的 就是在这边 杨姐大排档 啤酒尾是什么 牛八宝 我们进行看看吧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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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菜单吗 有啊 这个里面这招牌是什么呀 啤酒尾在哪里啊 在这里 那我要点那个小锅就差不多了吧 那我要点这个啤酒尾 你们这边有饮料吗 有 有冰壳烙吗 有啊 来个冰壳烙吧 拿个椅子 十几分钟 可以 没问题 我想看看放啤酒的这个场景 哈哈 哈哈 我翻来了 哇 啊 대박 放了一顶啤酒 嗯 嗯 嗯 哇塞 买这个啤酒鱼 嗯 哇塞 买这个啤酒鱼 买这个啤酒鱼 这个大块肉 哇塞 这个大块肉 真的好吃 这个香蕃海相当不错 这个放了一瓶啤酒 但是没有啤酒的味道 没有酒精味 就是感觉放了啤酒之后 鱼变更嫩一些 麻烦问一下 这是你的啤酒鱼 啤酒鱼 啤酒鱼 刚刚我吃的太好吃了 然后就别人问了这个是什么菜 然后回答 这个是啤酒鱼 相当好吃 相当美食 刚刚老板说 这个西红柿都是鲜切的 就是特别新鲜的这个 吃起来非常的 很浓吗 很美味的 再来一碗米饭 这个米饭 还带着果巴 相当不错 我蘸点汤吧 很美味 真的好吃 很美味 这个很好 嗯 老板有津津吗 有 谢谢谢谢谢谢 好美味 好 诶 手机没拿 啊 谢谢谢谢 刚刚手机没拿 我今天8点要桂林到南宁 所以4点钟从杨硕上车 然后去桂林 把后面开一下 上车了 谢谢谢谢师傅 不不不 到了桂林 然后我要回9点拿个行李箱 再去担你 今天本来回桂林之后 打算去香笔香 但是时间非常赶 所以没法去了 下次再来 这几天没喝冰美食 所以在肯德基买了冰美食之后 来吃这个米粉了 这个是我在桂林最后一顿饭 明天就回家了 明天 不是 现在就回家了 吃个饭就回家了 对 8点15的火车 那个动车 我是韩国人 韩国人 韩国人 韩国人啊 对 韩国 韩国 对 谢谢谢谢 我来尝尝这个米粉 第一次在桂林吃这个米粉 这个不带汤的吗 汤 就是刚刚少摘一点的 再尝尝 好吗 我先回去南宁 南宁回到北京 因为我住在北京 你住在北京 对 有吗 你们你们是从哪里来的 成都 你们是韩国来的吗 对 这个tc看起来非常好看 我在那个20块钱的地方买的 杨说 对 对 对 第一天学习 你们是大学生 特众兵师的吗 我们是打工人 特众兵师 打工人特众兵师 你在这玩儿几天的呀 24小时 真的是特众兵师 你才是特众兵师 他玩儿两天 两天 真的规联太大了 杨说真的很远 而且独车 你现在就要去杨说吗 我今天去了杨说 但是那个昨天下雨了 所以今天没有那个猪吧 都会猪吧 明天会有的 今天天气非常好 你今天没有下雨 希望明天有 对 我们特意来的 拜拜 祝你玩的开心 哎 已经玩完了 祝你们玩的开心 拜拜 拜拜 好了 刚刚没你们真的讲话非常好 而且特别漂亮 嗯 刚刚可以 想冬车了 现在在桂林北战 需要两个半小时到南宁东站 到了机场 因为是明天的早上的飞机 所以我今天打算机场里面待 我找到了这个休息的位置 这次本来打算去香笔山 还有这个新亭古镇厨房 但是我还是觉得挺满意的 因为是我去了这个20块钱的地方 跟老爷爷一起拍照是非常好的 我特别开心 好的 今天的视频到此结束了 谢谢大家 谢谢关注 谢谢点赞 拜拜 拜拜 안녕